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阿N与阿Lang 频道。 由今集开始,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凤凰女》的戏剧人生。 凤凰女生于1925年8月17日, 出于1992年12月1日,凤凰女的原名是郭瑞晶, 她是广东三水人,就是著名的粤剧名领。 凤凰女自小就喜欢粤剧, 十三岁那一年,就跟随子男女学艺, 直到1939年,她就已经可以升为静印花弹。 香港淪陷期间,她就跟随多个粤剧团, 在内地流浪到处去演出。 直到香港重江之后,加入了马斯增的《胜利剧团》, 并且在各大剧团之中担任《二邦花弹》。 在1954年,凤凰女在《大春秋》剧团, 就担任《正印花弹》。 在1950年至1968年之间, 凤凰女曾经总共参演电影超过250部。 退出了参演电影后, 凤凰女就转向了电视台主持电视节目。 后来,和麦炳荣、梁醒波和谭兰兴, 就组成了一个大龙奉剧团。 而且凤凤凰女担任《正印花弹》。 同时,她也曾经与林家声、陈好球等名领合作过, 成为了粤剧的斑把。 在1960年代, 在1960年代, 中国的大宋红联郡主带出了连串错误、交错的喜剧处境。 梁醒波和谭兰兴的鞋翠演出, 更加令到全套片绝无冷场。 后来,凤凰女自组了凤凰剧团, 也曾经与麦炳荣另组一个凤球王剧团。 凤凰女曾经与邓碧云、 罗艳卿、余丽真、吴君丽、于素秋、 南红和临凤等等, 合早结义金兰, 号称八卯丹。 在八卯丹之中, 邓碧云是南卯丹, 罗艳卿是银卯丹, 余丽真是紫卯丹, 吴君丽是白卯丹, 于素秋是黑卯丹, 南红是绿卯丹, 臨讽是黄卯丹, 那凤凰女本人就是红卯丹, 凤凰女有徒弟, 她的徒弟就是高丽, 和彩联鳳等等。 在1978年, 凤凰女获得中国国民党海公会, 和中华民国乔务委员会, 颁化海宣勋章和奖状, 表扬她对粤剧的贡献, 同时, 亦获得中华民国政府安排, 和表扬新马斯增, 在台北举行粤曲演唱会, 并且由中国电视公司转播。 在80年代, 凤凰女和宝人和剧团, 曾经在百丽电演出, 后来慢慢淡出粤剧界。 她的丈夫是林桂廉, 是一位《成报》记者, 她老公经常驻守在启德机场, 她老公在1967年8月23日, 在尖沙咀远东大厦的家, 因为癌病去世, 享年只有42岁, 真是英年早逝。 林桂先生的桑礼, 在8月25日下午3时, 在北角香港殡仪馆出品。 时间到1992年12月1日, 在美国旧金山的家里, 凤凤凰女突然感到呼吸困难, 之后随后撤死, 享年67岁。 其后, 以她首本名剧《奉国恩仇未了情》 《红联郡主》的戏装来入廊。 凤凰女有一个儿子一个女, 至于说凤凰女, 她的艺名是怎样来的呢? 为何会叫凤凰女呢? 据说, 对于粵剧资料 数有研究的香港学者, 朱绍章先生, 在香港电台文教节目中曾经提到, 由于闲来, 侍奉师傅、 指南女打麻将, 每当凤凰女站在师傅身旁, 指南女往往都有虎食, 而同桌的着友大赞女徒弟, 无保不落, 就好像凤凰一样, 每次都帮她师傅带来好运, 因此当她学满师出道时, 就改了凤凰女做她的艺名。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凤凰女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结束,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多多留言点赞分享, 和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